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好像可以高雅到在云端之上 也可以俗气到在图里打滚 从周深的采访和综艺里不难看出 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是普通俗人的样子 所以他的音乐也是大众口味的 可苏可雅 但周深好像从未想过自己的音乐视野还世俗 所想只是能一直唱歌 所以他的音乐从来不是与众不同 独树一致的 或是多么高级复杂的 而是能引起共情 传递情感 爱 力量和光 给人疗愈 半人走出低谷的 初到八年 从不为人之道人尽皆知 所幸 他不是资本家 更没有被资本家所左右 而是 一直坚持住过好自己的人生 一直保持住最真实的自己 一直有住最接地气的人情味和同理心 更没有也不会让粉丝在假想的荣耀里醉生梦死 为资本呕心立血 所以 他的粉丝 真正的粉丝 都理智 克制且对他极好 吴启贤评价周深 拥有所有技巧和能力却不让人觉得讨厌 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因为周深的真实 不做作 不油腻 不产媚 他一直在做最真的自己 不断地学习 靠实力 毅力 耐力和品行地造住传奇 所以 吴启贤觉得他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 而汪峰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庆幸 周深不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歌手 不识人间烟火 资本质上 相反 他有助人是烟火的真实和人间疾苦的体会 也应该也是大部分音乐人说周深唱歌自然 质朴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就是他走过的路 比如光亮 比如S.S.Me 比如No Fair and My Art 最近 娱乐圈他房的人太多 究其原因 就是不真实 而周深的真实干净 应该就是他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纲长胜不衰的最大法宝 愿他 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